现在是星期天一天没出门 到了晚上 我说能不能让我歇一会儿 其实就是自己把自己给带进这个节奏里了 就是因为这个手机啊 这个社交媒体啊 这个是典型的马克思说的异化 就是他本来是给你方便 给你方便 但是他也太方便了 造成了你的能力的下降 造成你的需求的增加 造成了你的贪欲的上升 我到现在得了一个什么病你知道吧 去洗手间啊 手机不在身边啊 办不了事 解不出来 这些习惯 其实因为只有这段时间 人是坐在那里 可以安定的看手机的 本来是看书看杂志的 所以在这段时间要拿一个手机 以至于产生了这种心理依赖心 我其实不要 可这点时间我可以不看的 可是那个东西不在的时候 它影响我的 对我的迫害到了什么地步啊 你要注意植物神经要紊乱了 这个其实你刚才说 你现在觉得能在家里完成的事情 比以前人家多很多 我倒觉得是少很多 因为你以前可能专注的做一件事情 就完成了 我现在会发现 开启了好多事情都不能完成 比如说你多久没有完整的读完过一本书 或者说你今天早上想 我想查一个东西 然后忽然被带走了 就不知道去哪了 然后回来 而人的就是大脑实际上 是喜欢这种被打扰的 就有人说人为什么会迷恋手机 因为就包括这个网络 它不断地给你打断 新的这个就是刺激 在我们的前额夜去行 就是形成这个兴奋 人是喜欢这样的被打扰 但这样下去 我就老想 我这一天当我结束的时候 我如果用一个旁观者的眼光看我自己 就在那里这么点时间 然后忙忙到的忙忙到的 都要做了一些毫不相干的事情 我觉得我会变成一种 念慕可证的人 第一 你的精力肯定不集中 你的成就按原来古典的定义 你的成就肯定差 你的人生肯定浪费 第二呢 所有这些你做的事情的 都是人家精心研究出来 最符合人性的 所有你做的事情 这个手机给你提供的 一定是你们最符合 如果不符合人性 它早就把屏幕更大或者更小了 为什么是这样大 为什么这样操作 这个大公司 它一直在研究你人的特性 而这个特性很多都是弱点 没法抗拒的 我们在这里能做的事情就是 好 你这么方便 你这么多的手机 但是我们怎么样 继续用艺术的手段拍照 那这个才是人在这个潮流当中的 这个抵抗能力 这个科技影响 这个生产力 生产关系 我也要这样 科技是最大的生产力 它一推出来 这个事情只要全世界这样流行 你顺他者 怎么来说 顺之者昌 逆之者亡 你当然特别的人 你可以说我不用手机 但那都不是常态 对不对 但是他不妨碍 人们还是用普通的照相机 拍出艺术型的照片 不妨碍一个人 一天到晚拿着手机 好像不离 但是脑子还在思考别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 我们唯一的做的方法就是抵抗 这种照片怎么拍法 这种照片像写小说一样 他拍一个人的一张照片 一瞬间其实要拍出他的人设 或者说拍出他的典型性格 换句话说要知道这个人 知道贾平娃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所以我刚才 我刚才你在讲的时候 我的一个提问就是说 摄影大师 要是他不认识这些人 他怎么来捕捉 凭直觉来捕捉一个人的瞬间 假如说施体森 他做的一个伦理上 但是我觉得施体森 恰恰是一个内心非常强大的 那么一个男人 其实他身体很不方便 但是他内心很需要 他让我给他找几张照片 比如说刘易斯跑步的那个 还有卡拉扬 还有爱因斯坦什么的 其实我觉得他内心 他的眼睛 他的胸怀 其实是很开的 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 都能够呈现在他的表情上 脸上 身体不太方便的身体上 如果一个敏感的摄影师的话 他哪怕静静地坐在那儿 看他几秒钟 也许他能够接受到 这样的一种信息的传递 其实他有个办法 就是当年为什么能够 拍出这些照片呢 他就是跟他们交朋友 职人论事 长时间的就跟你在一起了 对 其实我拍那 玩意的那些照片 我就陪他去买菜 在金安寺 我跟他去买菜 刚进门见到他 然后他就说 小权 你不要去骗那些小女孩 和你结婚 什么 你不要去骗那些小女孩 和你结婚 他就来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就觉得 已经看到他有骗的动作 就类似于 他没有把你当成一个 就是你是一个记者 你是一个到这儿来 他要摆姿势 给你拍照片的那么一个人 你看我跟张一谋 拍摇摇摇摇摆摆摆摆桥 朝夕相处半年 让照片混半年 对啊 真是能混的 多和少 有的时候你为了拍到一张照片 你可能要等 等很久啊 极简实际上是极复杂 你真正能够出来一个 少极多 就乔布斯 他的信条 因为他学的禅宗 他在他家里面坐着 他觉得那个沙发 长得不好看 他坐在一个垫子上 然后地板上放了一个台灯 我有他这张照片 他就信奉 少极实度 我在想为什么 可能是不是因为那个少 代表了某种准确 对 就你找到了那个东西 它最本质的那个东西 就不需要其他的了 比如说你像 像这个姜文吧 对这张照片 这个照片啊 你看他的这个样子 然后我能想象 现在他在杂志封面上的照片 也见过啊 但是这个照片 我觉得就是 好像没有任何的伪装 对 没有任何过多的东西 那时候他刚刚拍完 他的处理作 就是阳光灿灿的日子 在他工作室的楼顶上 电视照片 我们老话说这个 要淡 但是要浓厚之淡 要朴 但是要这个 这句话呢怎么说 就是意思是很繁复以后的朴素 那这样的才是艺术人品 这个阿诚啊 很多时候他讲一个东西啊 哎 你把一个东西讲得很高深 这是一种本事 对吧 但是你把很高深的东西啊 讲得很 讲得一听 让你眼前一亮 这更是本事 你看 他就讲 我们都往往没有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像极简吧 就是包豪斯 很多人都是包豪斯的 这个信徒了 是吧 就觉得这个线条 他就说呢 其实他给你一个新的维度 去考虑这个问题 就是工业革命之后 但实际上呢 是便宜 你觉得开始你追求 咱们觉得这个极简 是好像非常高的 但是你要看到他这个背景 你比如说他提到 当年这个第一次那个世界大战 德国是战败国 战败国那赔呀 赔的就很惨 首先这经济上 你就是就穷嘛 然后再有一个呢 这个极简的这个线条 意味着什么呢 工业形材 那个时候有了第一次 这个工业革命 蒸汽机 所谓蒸汽机的发明 就是看一下 一下压出一个东西来 这些东西可以生产一千件 有些风格上面很多雕饰啊 很多什么像什么 巴洛克风格 洛克克风格 你想一个那个建筑 成本 造价 那个是不可想象的 对吗 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 他有很多这个原因 本身就造成了一个 比如说一个楼 你像他那样的方方正正的一个 叫做什么呢 正方形万岁嘛 那一个那样的形状 我们现在研究起来 老是觉得这个东西深刻呀 这个东西什么 当然有啊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呢 就是一切也是很自然的 这个这个演变 你看他就出现了这么一种美学 这种美学本身就意味着 可以大量复制 可以这个就是工业形材啊 依次成型 你像这个建筑 咱们就说的 咖 这就构成 所以你看 他这个极简 也可能背后 他有这么一个因素